相信近段时间以来在遭受过价格起高的A卡和N卡之后 不少玩家已经在期待英特尔的ARC独立显卡了 毕竟首带性能就能来到RTX3070的地步 确实是足够的耀眼 同时根据最新的情况来看 ARC显卡的公版外观秘密方式 以及发售时间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请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不用多说才经历过一年多的行情变动后 显卡的价格可谓一直在高价和低价之间反复横跳 跌了又涨涨了又低 而这也让不少游戏玩家 不得已使用亮相机卡来将自己的PC点亮 甚至有些还立下了不到原价绝不购买的Flag 但根据3D Center的最新数据显示 算在7月前后显卡价格出现了略微的松动和下滑迹象 但在此之后又踏上了上涨之路 其中AMD RX 6000系列的涨幅最明显 已经来到了183%的溢价 而NVIDIA的307也有172%的溢价 不难看出原价显卡仍然需要继续等待 然而这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因为AMD和NVIDIA的垄断造成的 所以作为新的入居者 Intel ARC显卡的出现 确实给玩家带来了原价显卡的曙光 与此同时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ARC公版显卡的外观也被Intel正式确认 具体来看其整体采用了银灰配色 并配备了双风扇双槽设计 采用了8加6PIN式外接供电 但散热风扇四周的散热器顶部 都配有RGB灯效 后有一点简洁科幻风 至于ARC显卡的部分参数 我们也在这里简单回顾一下 其将会基于Intel Xe HP机架构打造 其采用台积电6nm制程工艺 规格方面一共会拥有3个SQ版本 其中旗舰款将拥有512个易有执行单元 配备16GB GDDR6显存 性能对标NVIDIA的RX3070 以及AMD的RX6700XT 售价约在人民币2600元到3250元之间 接着是次旗舰 将拥有384个易有执行单元 配备8GB GDDR6显存 性能对标NVIDIA的RX3060 以及AMD的RX6600XT 售价约在人民币1950元到2600元之间 最后则是主流款 将拥有128个易有执行单元 配备4或8GB GDDR6显存 性能对标NVIDIA的GTX1650 Super 售价约在人民币975元到1300元 至于详细的命名方式 根据BitCast的消息来看 Intel将为首批显卡取名为Alchemist 也就了大家熟知的炼金熟试 同时会用字母A来加以区分 其中旗舰款命名为ARCA700 次旗舰命名为ARCA500 主流款命名为ARCA300 而这样的命名方式 也与CPU中的i5、i7和i9机器类似 至于接下来的系列 则会被取名为Bitmatch Celestial和Durid 呃 真就是ABCD四个字母按顺序排列 而在发售方面 根据Videocast的消息显示 明年的Q1季度 Intel将会首先推出移动版本的ARCA显卡 至于桌面版本 则会到明年Q2季度推出 当然意外的是 Intel显卡团队在接受Gadget4 360的采访时表示 ARCA显卡并不是为矿工们而设计 同时也不会加入任何软硬件措施来制止挖矿 能做的仅仅是做好游戏优化以及配套的驱动功能 比如XESS超级采用技术等等 这样来看Intel的ARCA显卡 确实是为玩家们考虑的更多 但能不能挖矿 挖矿效率是多少 这一切都需要等到发售之后才知道 除此之外 目前华硕、微星和某家也已经正式确认 将会推出非公版的IntelARCA显卡 所以请玩家们继续保持期待吧 试想一下以不到3500元的价格 就能买到一块堪比3070的Intel显卡 是何等的束缚啊 但它是否能给NVIDIA和AMD造成一定的冲击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咱们上说出你的看法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以前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个强 我们下期再见